脑血栓 脑梗塞 脑中风 在人们的印象中根本治不好 一旦得上犹如灭病之灾 即使捡回一条命 也难逃各种后遗症 自己造罪 家人受累 那么中风后遗症为什么治不好呢 我们在临床中发现 血栓堵塞了脑血管以后 脑神经就得不到血液的共血共咬 就会雕王断裂 脑神经雕王断裂了 大脑产生的命令就传不出去 肢体就收不到脑神经传递下来的信号 就会失灵 话说不出 手张不开 腿也迈不动 那么这就是中风后遗症 所以治中风后遗症 第一步必须快溶血栓 快通血管 而第二步呢 还必须把断裂的脑神经修好 接通 只有通血管 接神经 双管齐下 才能真正的治好中风后遗症 既要快通血管 又要修复脑神经 这两大难题该如何同时解决 为了寻找答案 医学家们尝试了多种方法 进行数以万次的实验 终于一种生长于大自然中的神奇生物 进入了它们的视线 敬请收看医学探索 本期特别记录 一条吸血水质 治好中风偏瘫 当你行走在湖泊 池塘 水田中 经常会遭到这种可怕的小动物的偷袭 它悄无声息地吸附在你的皮肤上 死无忌惮地吸食着你的血液 而你却浑然不知 直到看到这条又黑又粗的家伙 你才恍然大悟 它就是吸血水质 别名马桓 虽然看上去毫不起眼 但是这个小恶魔是一个令人发毛的吸血鬼 水质是吸血动物中的行家里手 它能在瞬间吸食超过自身体重三到五倍的血液 敬请收看 医学探索本期特别记录 一条吸血水质 治好中风偏瘫 人体毛细血管里的血液就像粘稠的机油 流速缓慢 还会凝固堵塞血管 吸血水质叮咬人体后 它分泌的水质素进入血液 超强的溶解作用就能立刻将机油一样粘稠的血液 溶解为畅流的血液 所以水质才能很轻松的将血液吸出来 将水质素用于脑中风的溶栓治疗 普通药物无法溶解的微小血栓 顽固栓块都能被水质素轻松消除 瞬间打通脑中风患者的血管网络 使血压 血脂 血粘 恢复正常 让患者远离脑梗猝死危险 因此水质素也被称为当今世界上最强的溶栓物质 水质素强效溶栓快通血管 为中风患者先保命 然而溶栓保命只是走了第一步 那对于脑中风后遗症患者 有亡断裂的脑神经又该怎么办呢 进行收看医学探索正在播出的特别记录 一条吸血水质治好中风天滩 在一次对吸血水质的解剖实验中 一名实验人员将一条吸血水质一刀切断 本以为会立刻死亡的水质 却出人意料的活了下来 这又是什么原因呢 难道神奇的吸血水质还有着不为人知的秘密 一天后两段水质都没有死亡 还在水中轻快的游动 三天后我们发现两段水质的切口开始愈合 分别缺失的器官开始独立生长出来 半个月后两段水质都没有死亡 反而从锻炼部位重新长成两个新个体 一条水质竟真的变成了两条水质 实验人员发现 水质的体内毒含一种基因再生分子 神经再生酶 神经再生酶能够促进水质的机体细胞和神经的重生 极快的生长出缺失坏死的部分 使吸血水质具有一种超强的再生能力 既然神经再生酶能够使吸血水质细胞和神经获得新生 那能不能应用于脑中风后遗症的治疗 将患者凋亡断裂的脑神经修复呢 为了验证神经再生酶能否修复断裂的脑神经 2012年30余名中外专家进行了一项实验 他们为180名脑中风后遗症患者使用神经再生酶 医学家有了惊人的发现 神经再生酶进入脑部后能迅速滋养断裂的脑神经 让其在短时间内长好接通 这样大脑发出的指令能够通常的传达到肢体 让不停指挥的肢体可以轻松支配自由活动 让口眼外血半身不遂偏瘫卧床的中风后遗症患者得到真正的康复 脑中风后遗症以前为什么治不好呢 那么这就是因为以前患者吃的无论是中药西药还是进口药 那么对脑神经啊根本没有作用 吃多少后遗症也不见好转 水质再生咬法就能够将通学官保命 修脑神经治病同时的进行 从根源上康复脑中风 那么这也是我从已几十年以来看到的治疗中风后遗症最理想的疗法 2014年10月 根据吸血水质能打通血管修复脑神经 这两大特性而研发的水质再生疗法成功万事 水质再生疗法能真正接通长好断裂的脑神经 为脑中风后遗症的治疗开创了全新的方法 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保护 并作为脑中风后遗症专用疗法 进行全国推广 脑中风后遗症患者 采用水质再生疗法 只需三天水质再生疗法 毒含的水质素就能将各种血栓方块通通溶解 血管不再堵塞 不再担心脑梗猝死 三天后 水质再生疗法 独有了神经再生酶 开始修复凋亡断裂的脑神经 让断裂的大脑指令通道逐渐接通 能够灵活控制身体的各个部位 不能说话的 能说话的 腰腿僵硬的 可以活动了 僵硬的鸡爪手 可以伸开了 天摊在床的 能自己穿衣了 轻症患者 只需三十天 再严重的中风后遗症患者 以最多九十天 就能让血液畅通无阻 将脑神经全面修复 使中风后遗症彻底康复 能像正常人一样 生活工作 一点也没区别 真可谓 其死回生 全国中风后遗症 康复中心通知 以下人群 应尽早采用水质再生疗法 一 出现动脉硬化 高血压 高血脂 高血粘 等血管症状 害怕脑血栓 脑梗塚的患者 二 脑血栓 脑梗塚 脑酸塞 脑出血 突发恢复期的患者 三 肢体神经凋亡 坏死 出现肢体偏瘫 半身不随 走路画圈 拿不住东西的患者 四 语言神经凋亡 坏死 出现面瘫 口眼歪斜 流口水 言语不清等后遗症的患者 五 智力神经凋亡 坏死 出现糊涂呆傻 不认人 不计事 大小便失禁的患者 水质再生疗法 能够快速溶血栓 再生脑神经 帮助您彻底摆脱中风后遗症 过上和正常人一样的幸福生活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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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